我們去下一個題目就是心靈的醫治 就是說 聖靈工作可以帶來心靈的醫治 這件事是一個非常之寶貴的恩典 就是很大的禮物 神所賜給我們 能夠有心靈的醫治 在《伊賽書》61章1到3節那裡講到 主耶和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耶和說用高高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天秘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秘魯的得色 放秘囚的出監路 報告耶和的恩年 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撤華觀與石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喜樂猶代替悲哀 讚美衣 代替憂傷之靈 指他們稱為公義樹 是耶和說所災的 叫他得榮耀 這個經文我們之前都曾經解釋過的 現在我簡單地講 之前我們曾經都講過的 就是神的靈在我們身上 因為耶和說高高我 在舊約的時候 神是會高末 王 先知 祭司 這個說話的人是以塞亞 以塞亞是先知 但是他這裏講到這個高末就不是單是高游 就是他們有一個貴重的高游來高末 他這裏講到這裏就不只是講到這個貴重的高游 而是講到神用他的聖靈 神的靈在他身上 因為耶和說用高高我 高末我 叫我能夠去傳好信息 當時來說就是神的拯救 神的祝福 所以這個都是可以說是舊約的大使命 就是叫他去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 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能夠醫治人 就是不是單是傳福音 所以神的福音 不單是救人的靈魂 也都醫治人的心靈和身體的 在新約都是這樣的 耶穌都說來到他那裏就叫我們得安息 這個都是醫治心靈的 和聖靈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裏 都是醫治心靈的 和報告秘魯的得釋放秘囚的出監 就是釋放那些人脫離一切的困鎖 可以是情緒 罪 或者被人影響 毒癮 賭癮 家庭破裂 各樣的困綁 神都可以醫治的 釋放他脫離這些困鎖 報告耶華的因年就是神施恩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現在就是神施恩的時候 就和舊約的欺憐是相同 意思是相同的 就是在每五十年 神就可以叫那些奴隸 你可以脫離你的主人 得到釋放 還有神報仇的日子 就是這個新章正義 就是神可以彰顯神的兒女 他們是得蒙神喜悅的 而那些不信的人 是會得到神的懲罰 管教 神是會提升那些愛祂的人的 這個提升不代表一定每一樣東西順利 就是說他們的生命會彰顯出神的榮耀 還有安慰所有悲哀的人 像華觀與石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塵 就是本來在灰塵中生活的人 就是很絕望的人 能夠有華觀 有一個華麗的冠冕 還有有喜樂 由代替悲哀 很喜樂 讚美伊 代替憂傷之靈 他可以本來憂傷的 都能夠讚美神 使他們稱為公義樹 是耶和華所哉的 叫他得榮耀 就他們能夠稱為公義的樹 這個樹當然是一個figurative language 是一個比喻式的字眼 因為人不是變了棵樹 這個只是一個比喻的字眼 是耶和華所哉中的 叫神得到榮耀 所以這裏是講到 神的臨座是可以帶來安慰醫治釋放的 這個安慰醫治釋放呢 第一 我們經歷聖靈的人 第一 我們自己得到釋放了 就是心靈裏面有任何的憂傷痛苦 被人傷害 任何的壓迫 任何的困所的情況 我們首先呢 我們經歷聖靈的人 我們就是追求在神裏面 得到自由和釋放 得到醫治 因為我們得到釋放的醫治 我們才能幫到人的 但是呢 因為有些人對於聖靈充滿的 不是全面性的了解 他只是覺得呢 有人跟他祈禱 他就會釋放醫治 所以他只是追求某些人為他祈禱 或者參加某些聚會 他不明白到聖經所講的 就是有些人他們經歷聖靈呢 他們就會 只是將經歷放得很高 經歷是很高的 不過呢 同時聖經的話語不會被取消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強烈經歷不代表取消了神的話語 所以我們呢 應該是同時有神的話語的 就不是說呢 我經歷聖靈了 那我以後就不用神的話語 那神的話語是很多講到我們怎樣處理生命的 我們的情緒啊 我們被人影響啊 有些人幫助我 我不用怕人的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那講到處理被人影響啊 處理情緒啊 憂傷的靈呢 使骨枯乾 但是呢 喜樂的心呢 是涼藥 那聖經是有講到整個人被醫治啊 被更新改變 所以我們呢 就知道 啊 原來呢 想得醫治不是只是 我們的一時的經歷 而是我們長線的去處理生命 那這個就是我們學到啊 學到怎樣在聖靈裏面 被神去安慰 釋放醫治 然後我們就可以幫助人 去得到釋放安慰醫治了 就是我們首先自己得釋放醫治 然後我們去幫助其他人 也都是需要學習的 學習怎樣我們自己處理生命啊 我們高度的處理生命 然後我們才能夠幫到其他人 能夠處理生命的 那麼啊 那因為我們有時都提過這個題目的 那在這裡我給大家一些時間去回應 就是說呢 對於聖靈工作 它能夠釋放醫治 譬如說你覺得 啊 你啊 會不會覺得非常之好的禮物 在你生命之中 經歷很大的幫助 譬如我自己真的很大的幫助 在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其實我心裏面是有很多的壓抑 很多的問題 也都有罪的問題 但是當我經歷聖靈之後呢 我就 很 很開心 很感激神 可以這樣經歷神的愛 那還有呢 我就開始處理內心了 因為我在祈禱的時候呢 那個心口呢 覺得有些東西壓住的 那就是神呢 是提我 就是我裡面有些壓力 有些東西 有些負面的影響呢 我是需要處理的 那我逐步處理呢 那些 心不舒服的地方就逐步逐步釋放了 逐步呢 鬆了 就和我開始學習不介意人的看法 就以後有人傷害我都好 我不放在心上 也都在每天親近神經歷喜樂的時候呢 就將所有的不開心啊 壓抑啊 一路清除 就是這個就是我在我經歷聖靈之後所做的事情來的 那是一路逐步逐步把我自己釋放 然後當我幫很多人去做釋放的時候呢 我就發覺很多人的生命是很破碎的 是沒有處理生命的 所以他們很難得到全面性的釋放 也都有一些人呢 就只是把責任放在人身上 你們要幫我釋放 但是他自己呢 就不去處理生命了 所以我幫人處理生命的時候 我一定會問他了 那你可以有些什麼做呢 他一定是他自己都需要去處理 他才能夠繼續得到神的祝福的 OK 好 在這個時候我給大家有時間可以問問題 或者回應 OK 如果沒有人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祈禱結束這段時間 就是大家對於心靈釋放啊 醫治啊這些 如果是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繼續 就是我們就祈禱了 有沒有人有任何的問題或者回應呢 你們有沒有經歷好像我所說的 就是好像整個人一路送神一路提我們 一路放鬆自己啊 處理生命啊 有人剛剛想說話是不是 我想問怎麼可以保持24小時的聖靈充滿 嗯 那這件事就是我們之前的題目說了 就是如何保持聖靈充滿呢 就記得我說過罪啦 處理罪啦 離開罪啦 有聖經啦 形容聖經啦 深信神的祝福啦 然後呢就是 用心靈誠實敬拜啦 然後渴無神啦 渴無聖靈啦 然後呢就是辣 這些的意思不是做完一件事 而是整個心態 還有有心存呼音啦 還有按手祈禱的聚會是有幫助啦 或者聖靈充滿的聚會有幫助啦 然後我就說到最後一點 就是處理生命啦 就是說 在生命中任何東西卡住我們都處理 那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那個動力啦 就是說我深信 我的生命我聽神話是很無福的 我是可以帶著神的能力因高去幫人的 我可以給神大大使用的 我的生命可以結出很多果子 其實我希望大家呢 那個動力不只是我會得到神的賞節 就是說呢 我看到那些人改變我都很開心啦 就是我明明看到那些人都在 罪的壓抑之下 在情緒的壓抑之下 他們都能夠得到醫治 所以我就很開心啦 那我就決意呢 完全給神去使用啦 那這個呢就是說我們 當我們有神的憐憫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神啊我都很願意給你使用去祝福人 而使用去祝福人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聖靈強烈的同在 那這個動力啦 還有也都是我們的生命再 沒有那些苦惱繼續去影響我們的 譬如像我現在這樣 我真的呢有些什麼事 有些什麼人做些什麼事呢 我立刻是盡快處理 我是不給任何人任何事影響我的 內心的平安喜樂 還有我的力量 或者我可以做的事 我都不給這些事影響 以至我一直可以 向前去更大的發揮 祝福更多人 那這個就是那個動力啦 首先我們自己得福 跟著呢 別人得福 我們整個生命得福 神的天國得著榮耀 人家看到哇 真是好了 神的教會是這麼好的 那這個 就是這個動力 珍惜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大大被神使用 也都可以活得開心的 那這就是這些動力呢 去推動我們 那而我們做的方法 就是首先有專注祈禱的時間啦 也都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一直喜歡神 我覺得很重要的鎖匙是喜歡神 以神為樂 為什麼呢 當我們喜歡神 覺得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它裡面好得不得了的 就是那些恩典好得不得了的 那我們呢 就會時時刻都想到神 就覺得好像答堂那樣 就是好像一個人戀愛呢 它不會覺得 想著對方是辛苦的 它不會覺得 見對方是辛苦的 它會覺得是很想做的事情來的 那當我們真是 哇 心裡面真是深信 神真是美善得不得了 它真是全世界 我們沒有一個人 是接近神的祝福 就是沒有一個人能夠祝福 我們好像神這樣祝福我們 神這樣那種帶來的平安喜樂 愛 真是全世界都沒有人能夠給到我們的 神這麼好 我們應該很喜歡祂 很喜歡祂 就時時刻都好 就深信 另一點深信就是 我一親近神 神就喜歡 另一點就是這樣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 我做得不夠好 但是聖經的鼓勵就是 一杯涼水 祂都會紀念 祂都會上一次 所以就是說 多小的事我們做 為神做 神都歡喜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輕盛 很開心地去服侍神 很開心地去親近神 我講了這些動力和方法 有什麼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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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講的是 就是當我們 當我一做事情的時候 就會全程投入在那件事裏面 就不能夠 就是再專注想神 或者親近神 或者學武神 就是很專注在這件事裏 或者是相關了 如果有很多事情做 很多事情做 那你就變成很多時候 好像心態就不再這麼連繫了 OK 這個是要學習的 我來講 你先講話 我就立刻就沉醉神的同在 我是有這個習慣的 我一定下來 我立刻就會想神的 就是已經在我裏面 program了 我很容易的 譬如說 在做事 接著去洗手間 我就一定會在這裡讚美神的 但是除了這些 靜下來的時間 我在做事的時候 我都會一直想著耶穌的 譬如我預備我的講章 一些教導 我就會很欣賞神 很歡喜神 我同時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去想著神 有些時候我都會沒有做到的 但是我會盡量提醒自己 盡量提醒自己 那就會越來越做得更多 而且更投入 就是不只是做到 是很投入 很享受 很得力的那種親近 那這個是一個養成的習慣 譬如我預備訊息 我一直看那些經文 我一直在享受神 神你真是好 你做這麼奇妙的事 我真是很喜歡你了 我會有這樣的心態的 那我幫人的時候 就算那個人不好 我都會刻意不給他影響的 我就是說 他有問題 他的問題 我刻意不放在心上 我榮耀神 我的言語的行為 不給他影響 就是榮耀神的 OK 那這個是一個習慣 慢慢養成的 那我有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的 有謝謝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想問呢 那希望第一就是我們每一個都 真是被神醫治好心靈 也都 即使我們講到 我們身體會有反應 這個對於我們親近神有什麼幫助呢 就是我們用這件事來 留意到神的同在人的程度 越投入 就會越感受到平安 輕盛 喜樂 有能力搖動 或者震動 即我們越是 或者能力流過 當我們越感受到這些 我們就可以作為一個量度的方法 知道我現在是不是被聖明更大的衝動 一做馬上做到的 那我那時候一直不斷地摸索 那我那時候就有很奇妙的 就是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呢 沒多久呢 後來我祈禱一叫耶穌就會 身體就會震動 那我說哇真是好啊 一叫耶穌立刻身體會震動 那我真的覺得 哇現在祈禱有反應喔 即時有反應喔 那我很歡喜啊 那我就一直用這個方法 就是我什麼時候做 是身體會有反應的 我就知道這個是聖明強烈的同在了 那也都回應那些人說是邪靈 那我們是愛著耶穌 配過認罪我全心遵從神 有什麼理由在這個情況之下 邪靈會更加強烈的工作呢 那一定是神的工作 不是邪靈的工作了 那這個就是對我的幫助 就是我們的經歷是 身體的經歷是可以幫助我們的 好 那我們現在祈禱一下 大家站起來 學武神感激耶穌 老師 是 我有個問題 是 我發覺呢 有多些時間安靜呢 就聖靈充滿呢 是很得到能力 和很輕鬆的 但是如果我 很趕時間 不教時間 都安靜的時候呢 就好像欠一些東西 那怎麼去平衡自己呢 這個第一就是心態 我們要學習 有些人呢 他是怎麼樣呢 他祈禱呢 要唱一輪詩歌 要安靜一輪 他心才會到 因為他的靈還沒有開通 還有他找不到那個 竅門 怎樣用心靈 所以他是要 一段時間 才能進入 但是如果我們學到 很感激神 很喜歡神 隨時隨地 歡喜神 隨時隨地 神就做功的時候呢 我們就算 就是在一個環境的情況 是有很多人在周圍 就算在地鐵那裡 就算是在街上 在做事的時候 我們的靈開通呢 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 我們都可以做到 進入神的共災 那這個是我們需要學習 用心靈的 用心靈敬 就會做到這件事 就是一祈禱呢 可以即時入到的 就是這個就是 我現在的狀況 跟我以前比是不同的 我一祈禱投入 我可以立刻幫自己投入的 一投入 即時有分別的 那這個所以是 也都的來源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很感激神 很喜歡神 很歡喜神 很欣賞神的作為 很渴慕神的作為 所以呢 我們就會隨時隨地 都會這麼 學到這個靈這麼通 這麼渴慕神 這樣的時候 神就 即是我們隨時 親近神就會有強烈 神的工作和同在 OK 有沒有回答到你 好 謝謝 好 OK 好 我們準備祈禱一下 親近神 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我們親近神 多謝天父 心裡充滿感激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我們心裡很感激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高度的歡喜你 因為神你是 真是 全世界沒有人像你的 沒有人像你 那麼愛我們 沒有人像你 那麼有恩典 那麼有能力 那麼體諒我們 那麼接立我們 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人 但唯有你是 這麼無條件愛我們 而當我們這麼多次 你都依然繼續在我們心裡動工 你不要放棄我們 神有幫助我們 真的感激你 因為無人像你 這個世上無人像你 最好最好的人 他們都有很多的缺點 但是唯有神你是完美的 求主幫我們心裡 歡喜你 欣賞你 喜歡你 就隨時隨地 我們的心靈誠實 就是用心靈誠實去敬拜 整個心靈愛慕你 因為你是這麼美善的 主啊我們欣賞你 我們歡喜你 我們倚靠你 我們喜悅你 我們願意全心 將生命獻上給你使用 因為能夠幫到更多人 進入你的天國 以及幫助更多人 進入跟你 強烈的同在 是委身跟從你的 這個是神喜悅的事 也能祝福到這些人 任何一個人 他脫離那種懶惰的狀況 靈命軟弱的狀況 對神無心的狀況 而進入一個愛神 看從神 關心神的事 緊張神的事 的狀況 這個是神喜悅 也都對那個人 祝福 也都對這個世界 更大的祝福 幫助更多人 去影響這個世代 求主幫助我們 欣賞你 也都欣賞 神在生命的工作 我們就珍惜 我們有的生命 珍惜我有的機會 我有機會 去祝福人 真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主啊我們願意整個人投入去愛你 去親近你 去遵從你 行你的路 感謝天父 天父真好啊 我有耶穌萬事足 我有神 我們就萬事足 我們就歡歡喜喜 開開心心做人 我們活在神的平安喜樂之中 有神的愛 神的安慰 神的祝福 主耶穌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天父 主耶穌有你真好啊 耶穌有你真好啊 哈利路亞 其然人天可膽感天 我醉意得赦免 此我失誤 甘比参回 寶寶 有您最好的 people 服務 田裡 悲喜参回,恳恳甘得,安健。 主耶稣教你帮助我们, 时时数算你的恩典,我们就享受你, 我们就欢喜你, 我们就在你的同在之中生活, 在你的平安、喜乐之中去祝福人。 欣赏你的作为,欣赏你的奇妙恩典, 亦都珍惜我们有的生命,去祝福更多人。 多谢天父,神你真好, 神你更新每一个人, 你提升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 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 愿意给你更新, 你都一定提升和祝福和加力的。 主帮助我们学习, 时时都欢喜你, 时时都想念你, 日日夜夜都想念你, 日日夜都感激你, 我们就越来越与你相通, 亦都学习整个心灵爱慕你, 欢喜你, 亦都可以用身体的反应。 当我们如果在强烈亲近神的时候, 会发觉平安喜乐, 或者身体会觉得摇动, 或者有其他的身体的感受, 我们可以用这些方法帮助自己更投入。 当我们越投入的时候, 经历越强烈, 我们就知道神的同在越加强了。 多谢天父求主帮助我们, 真是彰显你的荣耀, 显出神的荣耀, 让人看到圣年充满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多谢主, 赞美主,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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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爱的圣年, 再次终望我, 你带来充满我, 满足我需要, 只有你可以自我, 我一生都建固我, 我珍爱的圣年, 再次终望我, 多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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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圣灵更新我们, 祝我我们, 更新我们, 加力给我们, 充满我们, 使用我们的生命,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来奉主耶稣, 圣明, 阿门, 多谢主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祝福大家, 时时都活在神的爱中, 时时都得力, 不要被任何情绪或者人影响, 任何困难都不要影响我们, 我们活得喜乐, 开心, 有力量, 祝福大家,哈,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